接着我们要来看它有好用的外挂 那这两个为什么要特别介绍 是因为真的好用 今天有录影吗 有啊 有啊 那它为什么好用 其实说真的那个外挂超多超多 你也不用什么都装 因为装太多 你反而比较麻烦 那我试过这两个应该是 我觉得 以我们现阶段来讲 就是说你如果用的不是付费的方案 那你搭配这两个 可以让你拥有很多就是那种 就是付费的功能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 它很方便的可以帮你自动摘要 网页和影片的内容的 这个叫应该是 Gradity Summary 这一个 那你看一下它 一个 它可以摘要网页 也可以摘要影片哦 那一般来讲我之前有看过就是 类似功能的 它是会要求一定要有字幕的 这个才可以 可是它没有办法针对没有字幕的 但是我们这个可以哦 你没有字幕的你就丢给他 请他认真帮你看一下 这样就产生出来了 那当然网页内容也可以 所以你看 你没有感觉到我的右手边一直有一颗在这里吗 在这里 有没有 你装完了之后就有这一颗啦 来你点开 点开这里 好 这个就是它的网站 好 那如果你想要把它添加到 Chrome 添加到Edge 添加到Safari 添加到Firefox OPRA 通通都可以 因为这个 没有限定 你一定要注册Chrome GTT 也不用 注册就是加到浏览器面就可以用了 OK 那你加入之后你会发现 你的网页上就是会多这一颗跑出来 有没有 但是它 比较乖会退到旁边去 那现在我们就来试看看哦 你看这个 这一部 我的上课录影片 是有加 好 老师您进到简报30页之后 我们先 来您看一下 你看我的右手边 有没有发现它开始在跑的 它会自动抓我的字幕 然后呢 Summary就是做摘要 有没有 Highlight就是重点把我标示出来 所以如果你没有时间 把影片看完 也可以请它帮你做这件事 甚至 甚至 你还可以在里面再继续提问题 有没有 在这里 好 你也可以请它帮你直接做翻译 翻成什么样的内容 好 有同学问到 两个问题 好 太新了 這樣了解嗎 但是我們還是建議大家啦 盡量不要踩紅線啦 因為如果你真的比如說就直接用麥當勞的 然後就簡單修改就想要過關 這樣其實 還是容易遇到 智慧財產權的問題 所以我通常不建議這麼做 就是你一定要確保 你要叫他產生也叫他產生不要跟別人一樣的好嗎 OK 以我在學校 跟四傳 同學介紹的話我都會告訴他們如果你有用AI 你要交代清楚 我這個有用AI幫忙 你不要都完全不交代這樣子其實 以後有問題的時候其實 還是會比較麻煩 所以你看像這樣 有字幕的 他產生的速度會比較快 因為他可以直接讀字幕 那接著我們來看喔 萬一你的影片是沒有字幕的 像我這個在更早之前的 我就沒有字幕 因為這個軟體的話其實 你看 出來了 有沒有 可是我這個沒有字幕 他就告訴你 來在這裡 沒有可 幫你轉譯的這個字幕 怎麼辦 你就告訴他 那你幫我看一下影片是什麼內容 我就按下去 現在他就開始幫你閱讀囉 我不知道他用幾倍速的速度去看這段影片喔 來你看 你看 真的我這裡沒有字幕啦 有沒有發現我滑過來 未提供字幕 可是 他真的幫我去看這段影片 還講對了 有沒有 Vru 這個是我們禮拜六要講的 呵呵呵 有沒有發現 所以以前我們看那個沒有字幕的 很痛苦 你要想辦法去 有一些外掛啦 去裝 現在都不用了 請AI幫忙就好了 真的真的很快 所以有感受到 AI真的取代很多 來再來 我們看一下這裡 如果你是網路上的文章 一樣 還是有這一顆有沒有 你就把它按下去 然後 你 看是要產生摘要 還是 你要把重點標示出來 還是說你可以請他出題目 來問 呵呵 所以網路上的文章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問 你可以請他出題目 來我先還是請他幫我做摘要一下 所以你可以發現 真的AI應用很多 那 那 其實在網路上 我有參加過很多啦 就是這些 或者說看過很多 這種 AI的 就是 介紹也好 或是專門他介紹概念啦 或者與 我們講的這些所謂的 咒 或者中文有能翻作 有唱 但是我想 比較少人 完全用 Check Everywhere 這樣的方式跟大家介紹 而且 我想 有一些 你們如果有 曾經有聽過一些其他老師有介紹 Check Everywhere 大概也很少像我這樣去用它 蠻好玩的 所以 這個是 比較特殊的地方 好吧 看起來現在可能網路 稍微比較慢一點 這裡啊 他因為我們這邊都沒有給 做任何的註冊嘛 所以如果 網路流量比較大的時候 他就有可能會出現這樣 在Loading比較久 的這種狀況 甚至就斷掉了也有可能 因為 沒辦法嘛 對不對 除非你把自己的那個API的key 就設定到它裡面 那就用你自己的code 這樣了解 好 這個我就不做 沒關係 反正你知道它有這樣的功能 這是第一個 要跟大家介紹的一個很好用的外掛 第二個就是什麼 文件的分析 這個部分呢 其實有很多其他的外掛也可以 幫你 就是看什麼PDF啦 或者Office的文件 可是這個 雲端服務它很不一樣 就是 你除了可以上傳自己的 那 事實上也可以分析網頁上的 這個很棒 那我們來看喔 比如說你看我這裡有一篇那個PDF的 我放在我的雲端硬碟上 應該說我 傳到這裡來啦 我就把它上傳到這邊來 好 好 那這個的話呢 是我在 一個文化 推廣交易中心在台中的 一個 Apps 的課程 那你看 我把它傳上去了 我有一個文件有沒有PDF 傳上去給他的 那我就可以 在這邊 請他 幫我 分析這個文件 因為很多時候有 就是那個文件是在你手上 它並不是在網路上的一個內容 可是我可以像這樣傳給他 那我再來問他 喔你看這份文件的重點是什麼 就請他幫我整理 當然他下面這裡也有 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簡化一下 你可以幫我標注重點 好 可以幫我做摘要 只是如果你用他下面這裡 他就會變成 用英文去回答你 那所以我比較建議大家你就打在下面 就跟我們用chip的記憶一樣 你就可以在下面直接問他問題 那他就 會根據我們剛剛這個 你上傳給他的文件內容 來幫你做回答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應用方式 那另外一個呢你看 剛剛這個demo 如果這個我放在 這一個 這個是我放在我雲端硬碟上的 就是這份文件 剛剛就是這份文件有沒有 像這樣 所以 他幫我去把他摘要出來 那如果呢你是 屬於就是網路上的 他也可以 好比如說你看 我來到這邊 那我在這裡呢 我就找一篇 這個 我看一下 找一篇 現代的 現代的 在別康橋 好我就請他來分析這個 那你看呢我們剛剛不是 說 這個 外掛有沒有上面這個 Gallery Summary這個外掛他可以幫我們做 可是有些網站他不支援喔 你看 他會告訴你 這個網站不支援有沒有 因為他有一些 就是技術他沒有支援 那沒關係 我們用剛剛的這個 他是可以的 所以你只要告訴他 在這裡 我看一下 我先回到我的home 這裡 這裡有一頁有沒有 我就告訴他網址 然後呢 他一樣可以分析 有沒有 那如果他回答你的 因為我把那個網址給他的 那他用英文回答你就請他翻成中文 有沒有 然後我就請他幫我整理這個重點是什麼 像這樣子 所以這兩個外掛都是我覺得說 對各位呢 在使用chipGT的時候 因為畢竟他的 有些 尤其是針對影片 或者是一些網頁上的 或是你自己的文件格式上 他 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這種chipGT他只能靠你就是貼 文字進去 那如果你的頁數比較多 或者是 應該說字數比較多 或是屬於復件的 他就沒辦法閱讀 那我們就透過這樣的一個 外掛程式的幫忙 就可以達到比較好的效果 也可以幫你分析出來 你就不用說在複製貼上這樣 這樣這個 外掛程式大家ok嗎 時間到了呢 怎麼辦 還有一部分沒有講 有沒有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家真的要自己玩玩看 找到你自己 不管是工作上 生活上 學習上 就試著用看看 你就會發現 真的 AI是有幫助的 那後面我稍微簡單 這個外掛講完 那如果我後面 我我後面 我現在 我現在 effects I'll see you